在影迷心目当中 大话西游永远是挚爱的经典 随着时间的沉淀 被越来越多人搅出心酸和回甘 让人笑中带泪 时隔22年 朱音在以紫霞仙子的身份出场的时候 再次引起了一股怀旧风潮 许多人说 朱音和紫霞 在那个女子牵着毛驴 盈盈走出的时候 就活成了一个人 而该片导演刘振伟认为 朱音就是紫霞 根本不用教她太多 她演的就是自己 一个追求爱情的女孩子 为了爱情甘愿粉身碎骨 起初大话西游在上映之初 并没有大火 反而票房平平 而在多年之后 却因为有人剖析其中的电影哲学 而成为了经典 朱音所扮演的紫霞仙子 鲜美飘飘 灵动优雅 在最好的年纪出演了 最适合自己的角色 宛若天仙 紫霞仙子与至尊宝的悲怆爱情 感动了无数观众 而紫霞仙子的形象 也成为了她的一个标志 纵然时隔多年 许多观众依旧忘不掉 那个为爱牺牲 在至尊宝内心流下一滴眼泪的女子 紫霞的那句 我猜中了这前头 可是我却猜不中这结局 也成为了经典绝场 如果你有说在戏里面 哪一句对方福音 像朱音节中人 我会说是 紫霞仰不现仙 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要你在人间心界消失 紫霞仰不现仙 消失就消失 当时我们是谈过很多很多女演员 包括江曼月刘嘉玲 什么人都想过了 包括台湾的女演员都想过了 最后我还是确定居音 结果我的选择是对的 她是代表了一个很热爱 而且对爱情很执着的女生 她很坚强 她从一而终追求她的爱情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默契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过过于此 朱音这个人本身就有一种外表是很温柔 但是里面的性格是非常坚强的 她完全是我心目中的几啥险子 所以我找她来也是我觉得非常荷当 上天既然安排她能拔出我的子亲宝剑 她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错不了的 我知道有一天 她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 身披金甲圣衣 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 她们都尚心爱呀 很信任自己 而且 一点都不怕 不怕 带人木的 管你天庭不天庭 抓我就抓我 其实朱音也是这样子 紫砂也是这样子 我的意中人 是个开神英雄 有一天 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 我踩着了前头 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当年周星驰与朱音的爱情 就像《大话稀有》中至尊宝与紫霞仙子一样 最终是遗憾收场 她们相爱过 也相互伤害过 至于她们到底爱到什么程度 我们丈量不了深浅 只是看过有人在解析星年后来的电影时说 把爱你一万年 改成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传达出一种无比真实的心情 曾经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 任由朱音一怎样的甜蜜世人 事业如日中天的星野 选择的答案从来都是否认 最终两人因为第三者的介入而遗憾收场 朱音也因此 将周星驰归为了不会原谅的人 朱音曾在媒体采访中说到 在这三年半的时间内 我流过的眼泪实在太多了 受的痛苦也太深了 总之人生恋爱应该尝到的喜怒哀乐 我已经全都尝过了 他硬要把感情往地下发展 也是我难以忍受的原因 这种掩藏的感觉太难堪 没有尊与 没有尊严